大家好,又來玩NO2205 我已經到了34級 其實我們要看看這些位置 因為這些資源可能有些問題出現 紅色的,像這個 這個機械有人負義 即是我在地球的生產不夠 不夠運到月球,所以我要去地球做一做 生產這個機械人,Android就是這塊 我有一個資源出了問題,紅色三角影 那塊在哪裏做我也不太記得 這個是製造三的 這個也有問題,Silicon不夠 有 我的Silicon在這個島還是另一個島呢 另外這裡,在民居旁邊 有一個Silicon的採礦場 加多一個,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就變回正常了 因為原來我不夠Silicon 所以全部被取走 那應該那些Android 又...對,那東西沒事了 幸好 看看資源路線正常了 沒有紅色 現在又進去月球看看 我們 月球的Space Port 我們已經可以升級了 升級了 這級就是最高的level 升級了就可以 允許運輸能量 每次升級都要等一等 還有之後就會有個動畫 有個過場給大家看 等了一會 看看要什麼資源 要20個磁鐵礦 這樣就升級了 你看到多了一條東西 走出來 現在可以運輸能量出去 沒有過場看 我是不是還有些事情要做 我先研究一下 原來我要是生產這些Fusion 做多些運到地球 然後在地球上升級到地球 我們先去地球 現在Fusion 的運輸 輸入了26個 左下角就看到 26個運到地球 應該可以升級了 你看看這個 Fusion Power Cells 現在輸入 連地球的Space Port 都升到最高level 第四級了 那是不是就快爆機了 這個遊戲 現在還要等一會 等它混合第四級 我先停機器人生產 因為倉庫已經敷了 等了一會 那我的Space Port 就可以升級了 看看需要多少資源 夠了 Drake 我只需要一組 的資料工具 可以從這裡 或是 做個家庭 現在地球和月球的Space Port 到最高level 我們可以 由月球運輸電 去地球 解決能源問題 Energy Transmitter Online Starting Test Protocol For Energy Transfer All parameters in the Green Energy Transfer Successful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completed All Lunar Licensing Program Objectives Fusion Energy Transmission Will now meet the world's energy demand And enable mankind to implement new means of galactic travel Global Union is grateful for your cooperation 嘩! 可以解決能源問題 亦都是這個遊戲的最終目的 大家看看能源運輸 所以我們有1124的電 由月球運輸到地球 電都解決了 我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 滿足人民的喜好 因為我們夠人口 我們可以建造這個運動場 錢已經不成問題 無限金錢 因為沒辦法 我真的選了一個簡單難度 但是我覺得就算選擇最難也好 依照這個步驟去做 應該都難不了大家 現在的人已經滿足了 已經升不到等級了 即是說 我們玩到已經接近尾聲了 最後這一級就是投資者 我的等級就右上角 已經40等級了 那我就撿一撿一些農場 或者其他生產的工廠 排整齊一點 城市更好看 47等級了 現在我就要建造一個總公司 所有條件達成了 要有15萬個投資者 我都儲齊了 我們去地球建造 建造一間公司出來 最後的任務 這裡是我新開發的地區 在我的大型住宅項目的上面 我所需要的東西都齊了 這間公司要用2000電嗎 我發覺不是很大件 其實這裡都可以 放在住宅區好嗎 讓人方便上班 哇,全都負了 看到紅色 全都負了 全都負了 全都負了2000電 現在我們要討論大型六 但我已經知道你很久了 這不是你的路程 我相信你已經有計劃 可以超過自己更多 第29個任務 要我建造的模式 很不錯 我們要解決一些能源問題 其實我們在月球生產很多電 紫色的東西不夠 這裡就沒問題 看看電 電 我們可以多建幾個模式 可以生產多一點電 之後就在運輸路線上 弄一弄 給多一點電地球 任務要我建設模式 但是我這個地方又不夠位 我又要搬上去 搬到這裡 這裡都可以 你看看 和地下鐵這麼近 人們上班也很方便 建造最後一個模式 我做完第29個任務 這個很漂亮 完成 而且你去到月球 回到後 在所有誠實 我感到很榮幸 在你工作 並且在未來 我還在看待 事件 還在組織 你可能有一個聲音 在世界上的決定 現在已經沒有任務了 我建造了一間總公司 就完成了 我先移一移位 我發現我不是組織得很漂亮 整件事好像亂搞 整件事好像 整件事 畢竟是總公司 我們做得好一點 好嗎 是不是這樣就爆了機 可能還有些東西要玩 我再慢慢發掘一下 我先移好位置 那放任務呢 都可以 接著 這個整個入口 放在這邊 完成了 我的總公司就是 老遠 整個城市最邊的地方 不過 也有一個地址在旁 或者我遲些會發展這一邊 我公司有我們的Logo 那條龍 這隻N2205大概的故事 應該就玩到七七八八了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再建 現在我是47層 可以繼續玩下去 但是之後如果再拍片 可能就 不太多東西可以拍得到 好了 那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地圖 在地圖裡 這裡就是我的巨型住宅項目 你看看 很誇張 屋墨質質 這樣就沒有任何的工廠 除了礦場之外 因為礦場其實是固定位置 這裡是採錦斯利康 在家裡有一個礦場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樓價呢 這裡有關於水的設施 這個就是淨水的設施 應該是說海水化碳廠 這些水壩是用來發電的 這邊也有一個水壩 地圖這個位置就是最初建設的地方 已經變成了農場或者整衣服 這個是製造衣服的 這個是比較高科技 就是關於Nutronium Lab 這裡是養紅酒 這邊就是養肥牛 上次有個網友說 紅酒配肥牛一絕 簡直 這邊也是新開發的工廠區 我已經建了很多工廠 上一點就是農場 種植物給自己吃 這裡就是果園 種完之後就在旁邊做果汁飲 我換一個角度給大家欣賞一下我的建築裙 然後這裡就是住宅區 你看有多少高樓大廈 其實這個樣子好像是我們香港的中環商業區 今天飄下去會去到我們的總部 我們辦公室的總部 過了一條橋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拍到 唉呀,拍到一點點 扭回去 唉呀 會不會看到呢 不是呀 過了 看到我們的總部 不錯 剛剛這個位是轉角度的位 經過了水壩之後 就是另外一個工廠地區 這裡是果園 製造三個工廠 或者是安卓的工廠 這裡 有些是安卓,即是機械營生產的工廠 又看到水壩 有些是安卓的工廠 但是有些是安卓 有些白色 失去 去操作這個設計 月球我也多拿了一個據點 大家記得我開遊戲的時候,有時候要選擇在哪裏開公司 就是這些地方,如果你選擇了其中一個,玩到差不多可以霸佔另一個 所以一開始你們選擇在哪裏開公司其實沒什麼所謂 這裏是一個很大的平地,可以建好多住宅 我覺得這個地方比我選擇更好 看看地區多大 這裏其實建設的東西和我之前建設的東西是一樣的,所以大家都看過了 我自己慢慢玩吧 現在我們去極地了,極地的開發更加少 這就是一開始建設的地方 居民只有兩種 最初期的級,這個就是第二級,沒有了,只有這麼多 那裏裡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這個 這個High Security Lab 是要滿足居民的需求 讓科學家研究的地方 但是就不知道有什麼研究,沒有什麼研究項目 這個遊戲不會有研究項目給你選擇 另外一個島就是我的工廠區 這裏是做Hardware 其實是整個電腦這樣研發出來的 是傳到之前的那個據點,去生產Android 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到這個冰天雪地生產 看看有沒有電腦掉出來讓我們看看 是沒有的 還打算看看2005年的電腦是怎樣的樣子 這個是Hardware裡面的PASS 那裏是用來發電的 這是用來發電的 但是後期如果用月球發電,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不要 我們又用一個美的角度去看看 極地 因為其實我弄得很散亂 所以就 不是很宏偉 我只是在這裏建的房子都很小 不是很大間 工廠都是普普通通的 我很多地方都沒有發展到,根本就不需要 因為很多資源已經夠用了 好,我們現在趕快去月球看一看 月球其實 真的有點失望 因為 我都不用怎麼開發 已經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 月球做了什麼呢 其實月球的建築又不是太漂亮 那些居民 他們都是來工作的 還以為他們是來居住去移民去月球 月球有兩種居民 差點是抗工 另外就是辦公室 他有這麼多東西不滿意 月球的午餐,我做給他吃吧 在月球建築一定要有一個保護網 如果保護不到整件建築物就 沒有作用了,我現在先建一個保護網給他 就夠食物了,就算你 令到他很滿意,也不能再升級,只有兩種 哎呀,真的 不是很夠厚 究竟我還沒有開發 還是以後會有新更新,可以整個月球做得更漂亮 在月球最有用的東西就是這塊 Fusion Realtor 這個是用來發電的,超級多電 黃色這個就是發電的資源 Fusion Power Cells 在這裡生產的 這塊 需要兩樣東西 這個黃色也是在月球找出來 但這個紫色就是在地球極地找出來 這塊是黃色的,極地就是紫色的 運上來月球 加上黃色的Helium Helium 3 然後就變成黃色的Fusion Power Cells 就去這裡發電,一發電就可以供給地球使用了 解決地球的能源問題 月球的作用就完結了 整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連這裡也沒有開發 上面的舊鈣的地方 你看看 所以其實有點失望 好像差點東西 為什麼月球不是做得很漂亮 讓人類去移民 去殖民在月球那裡 原來上來做事 最後 欣賞這個月球 這個N2205美麗新世界 但是我拍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看了這麼久 雖然我是玩比較簡單的難度 玩Standard 但其實就算玩最難都好 應該都 按照他的教學模式 或者是那個步驟 根本就是沒有難度 大家應該就算玩最難都不會難到大家 做的事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要多些居民去賺錢 都是那句 如果月球是讓我們居住 有多些人過來移民在這裡 我覺得整個遊戲會開心很多 加上 我們要多些美好的建築物 不知道接下來會不會有些新的DLC 因為其實 比較類似的遊戲 SimCity都會有DLC 我也買過 這個遊戲我就會自己慢慢再玩一下 如果真的有些新的東西 我們 之後再拍片 再給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這麼漂亮的遊戲 再一次多謝大家 期待之後有什麼新遊戲 我們再拍一個新系列給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Thank you Bye Bye